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苗妹电影 今天苗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叫做《五十度灰》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安娜在采访格雷的过程当中 擦出爱情的火花,上演一段重口味的性虐爱情故事 女大学生安娜为校报的报道而去采访英俊的企业家格雷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格雷被安娜独立的个性所吸引 于是推掉了所有的会议 回到家的安娜也意识到自己对格雷的确产生了好感 格雷后来找到了安娜打工的五金店,约安娜去咖啡店闲聊 格雷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发现安娜其实并不适合自己 安娜受到打击,后来一直消沉 在安娜的毕业典礼上,格雷送了安娜一本书 九过三巡的安娜提出归还书本 得知安娜喝醉后,格雷赶来,把安娜带到了酒店休息 醒来后,格雷带安娜来到自己西雅图的家中 两人相互表明了心意后,发生了关系 安娜于是乎和格雷过上了同居生活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安娜发现了格雷的SM性癖 格雷向安娜解释了自己性癖的由来后,交给了安娜 一张保密合同 安娜在仔细阅读后,由于难以接受格雷的性癖 于是迟迟没有答应 格雷来到安娜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安娜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格雷送了一辆车给安娜当作礼物后便离开了 正式确定关系的两人便参加了格雷的家庭聚会 在聚会上,格雷因为安娜想要提前回家而感到生气 两人因此发生口角 回到家中的安娜闷闷不乐 格雷于是带她乘坐滑翔机 途中,格雷因为工作的原因而离开了 大起大落的安娜于是到了西雅图继续寻找格雷 并主动要求体验格雷的特殊性癖好 事后,安娜意识到自己的确是爱上了格雷 但因为两人的关系,安娜决定离开这段恋情 在回去的路上,安娜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整部电影既没有一点心意的东西 也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画面出现 达着SM的噱头 然而却是一部普通的,实在再普通不过的电影 无聊的剧情和平淡的对白 着实让人提不起一点兴趣 好,今天内门我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 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 爱你哦,默默的